加薩南部醫院的亂葬鋼 多達400具的遺體 部分還穿著手術袍 加薩的官員痛批以色列 是種族滅絕 侵害人權 聯合國也看不下去 將介入調查 加薩南部醫院三處亂葬鋼 有了更驚人的發現 遺體數量多到必須出動 怪手開挖 目前還在確認死者身分 最早先發現有死者是手腳被捆綁 甚至還有兒童屍體 讓加薩官員怒控 在今年二月以打擊哈馬斯為由 進入納色醫院所在地的 以色列軍隊 動用私刑處決巴勒斯坦平民 侵害了人權還想要種族滅絕 儘管以色列軍方出面否認 但聯合國決定介入調查 而先前在戰火中 幸運從死亡母親腹中 搶救出的女嬰也傳出噩耗 雖然在把溫箱中 情況一度穩定 但僅僅五天還是不幸死亡 而不停遭到大規模轟炸的加薩 眼前散落的瓦力殘骸 多達三千七百萬噸 恐怕要花上十四年才能勤乾淨 面對加薩慘狀 有聯合國專家出面呼籲 應該對以色列實施制裁 包括武器和石油禁運 不過以軍沒在怕 近日曝光坦克大軍 部署在加薩邊界的畫面 以色列從地面進攻拉法 只剩下最後倒數 TVN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大學挺拔示威快速蔓延 警方的鎮壓手段也越來越火爆 有學生拍下警察對著手無寸鐵的學生 使用電擊鎮壓將近一分鐘 現場尖叫聲連連 兩名警察無情電擊 被按倒在地上的示威者 亞特蘭大埃莫里大學 警察進駐清場 驅離示威群眾 沒想到發生這一幕 但因為一旁還有一名持槍警察 眾人只能不斷對著遠警叫罵 無法上前阻止 埃莫里大學表示 帳篷示威營地都是校外人士 試圖擾亂大學 但警方驅離手段 卻動用上電擊槍 甚至還傳出有催淚瓦斯 以及塑膠子彈 畫面一曝光 全美嘩然 警察有沒有執法過當 紐約警方這麼說 但警察的暴力驅離 也激起更多反彈聲浪 包括布林斯頓大學 UCLA 波士頓東北大學 都爆發警方與示威者的激烈衝突 美國眾議員也對此發文譴責 而示威學生被貼上 與哈馬斯同一陣線 以及反遊標籤也很不滿 以哈戰爭一日不停火 美國各地大學的示威動能 將繼續擴大 TBN新聞綜合報導 挺巴學運跨海蔓延 也在歐洲包括了法國 德國跟英國遍地開花 法國巴黎政治學院 周五晚間遭到佔領 鎮暴警察強制驅離 爆發扭打衝突 大批巴黎學生圍著巨大的巴勒斯坦國旗 高痕口號響應美國挺巴學運 窗口貼滿挺巴國旗與標語 學院大門用垃圾桶木板和單車堵住入口 當地時間二十六號 巴黎政治學院遭到學生 趁夜潛入戰具 writing 起座中 建了一週一圈 起座中 一部位 被爆發 在警方 在這照片 英文化 維持 努力 釘 馬路滿是近座示威的學生 以及來深遠的民眾 仍然比出象徵和平的V字手勢 不過巴黎市政府 還是出動了震報警察 警察強制驅離 現場響起一片噓聲 最後示威者與校方達成協議 沒有發生大規模衝突 順利落幕 但不只在法國 英國和德國也紛紛有學生 以及民眾走上街頭 綁著頭巾挥舞巴勒斯坦國旗 加入這股學運潮 譴責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 現在美國大學生爆發的這股怒火 也一路燒進了歐洲各地 TV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